哈囉 我是Jer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懷爸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推坑一下 對 沒錯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樣 我們兩個一起互推入坑了 兩個損友互相傷害 我們兩個都買了新的最新一代Sony的黑科技 就是 6400 然後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兩個跳家之後 欸 只有我跳家 他是算降階嗎 從6500降級 可是這個降級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換了相機之後 到底以前的相機跟現在用的差別在哪 然後推不推薦你們買 6400 今天就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原本的使用機種是 這台Canon的M6 那我大概使用了接近10個月到11個月左右 就你們前陣子看到所有影片 我都是用M6來拍攝 那為什麼我會跳家 6400呢 其實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跟我夥伴 他是使用A7SII來拍攝 那我們兩個在後製的時候非常辛苦 因為調色的時候 完全色調不一樣 然後光是調色就要花個三五個小時在做 所以就做得很痛苦 當做到後面之後你就覺得 你會想要自己調色 不會用原廠的格式來做設定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跳家的原因就是 Canon的後製功能太少了 它可以讓你調的參數不夠多 6400是我使用到我覺得 哇它也太複雜了吧 一堆我看不懂的選單 但它可以制定的功能實在太多了 這是我第一個會跳家的原因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在錄影當中 常會有一個情況就是我在後面的銳利度 大家現在看到我們人跟背景 這樣的銳利度呢 是目前我們使用的拍攝鏡頭是Sony的6400 那這樣的機身拍得出來 其實它的立體感是非常的足夠的 但是我在原本的M6上 它邊邊常常會有一點點比較模糊的感覺 你看起來會覺得 它好像沒有那麼銳利 就算我已經使用大光圈鏡頭 還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對那我覺得這是我第二個很想跳家的原因 好那第三個最想跳家的原因呢 就是Sony原本插的一個黑科技 其實就是它沒有這個翻轉屏幕 那沒有翻轉屏幕 對於你在錄影當中 如果你要自拍來說 其實是比較稍嫌不足的 因為這個翻轉螢幕可以讓你隨時確定 你到底有沒有在鏡頭裡面 那原本的M6就是因為這個功能讓我看上它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它的對焦速度不夠快 那當我使用Sony這個黑科技之後 你就發現我們人怎麼動啊 它的焦點始終都跟在我們臉上 或者是你鎖定物品上 那當有這樣的功能之後 像我在運動中或是我拍攝的畫面 嘗試比較跑動的動態 那你就不會有失焦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也是我跳坑Sony 6400的第三個原因 現在呢 換我分享就是其實現在畫面中 我在錄影的就是懷爸的6400 然後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 我原本有6500 應該是個比較定位 產品定位上面是高階的機種 那為什麼我要降級呢 600在過去的半年的使用當中 我常常發生就是因為 我已經有買了一個那種HDMI的外界螢幕 讓我在拍開箱文的時候啊 可以看到說我到底手上的產品有沒有對焦清楚 可是我在外面拍有一些測試的時候 空拍機教學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帶那種大的外界螢幕到處走 所以變成說我都是把我600架好 放在地上之後 然後按下對焦 然後就希望說我有對焦到 然後就已經發生了好幾次就是我已經辛辛苦的講了五分鐘左右 然後 暫停 然後按回放就發現從頭到尾它都對在我後面的路燈上 然後就超 對然後超沮喪 就變成說整段影片要重拍 然後6400 當它一發表的時候有這個翻轉螢幕 我根本就是立馬就是想要下定它 馬上我們兩個就開始聯絡說 欸要不要買要不要買 對而且我們互相交換說哪裡可以找到比較便宜的方式入手 對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 雖然大家會說6500它有一個殺手級的跟6400最大的差別就是它有機身防手震 可是在我過去的半年使用的當中 因為我的使用情況大部分時間是拿著相機拍vlog 就是我是拿著相機走路 錄自己走路的 然後變成說6500的防手震效果說實話我覺得不好 而且它不好到我曾經想要把它拿去送修 我想說我以為我的6500防手震是壞掉 對可是我後來跟身邊的朋友用6500討論之後 他們都的結論就是說 Sony的防手震應該是讓你在手持拍照的時候 讓你的安全快門數增加 而不是就是那種vlog那種走路 所以走路還是會太晃 對所以走路不管你用6500還是會晃到 觀眾應該會受不了 所以即使6500有防手震 但是效果也不好 那就乾脆直接換6400 而且就像剛剛澤瑞講到的 6400它有一個全新的對焦系統 所以就讓在對焦的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它現在的對焦系統我記得是跟A9是同系統 對 就是已經是最高階的對焦系統 沒錯 目前的黑科技 對它整個系統就比6500還新 所以它的對焦其實是非常厲害 嗯沒錯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來實測一下 到底6400跟6500的穩定度 還有拍出來的效果差別在哪吧 走 現在測試的左邊是 這邊是6500 這邊是6400 然後兩個用同樣都是 18焦段的鏡頭 然後兩台鏡頭都有防手震 然後現在唯一的差異就是 一個是有機身防手震 一個有五軸防手震 一個沒有 對 看一下6400跟6500的畫面 到底有沒有差很多晃很大 我覺得結論應該是會差不多晃 就讓觀眾看一下到底 這個畫面是不是他們能夠接受 對對你們可以留言感覺一下 你們比較喜歡6500的五軸防手震 還是6400的單純只靠鏡頭的電子穩定 好現在呢 懷抱現在使用了就是 飛羽的G6 Plus 然後我們現在搭配的是6400 因為它機身上面沒有防手震 所以我們就上了這個小小的三軸穩定器 然後順便跟剛剛的畫面做一下對比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 有穩定器跟 五軸防手震跟完全沒有穩定器 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那我們回來囉 大家看到剛剛的評測影片 應該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以我來看 因為我沒有用過6500 但我剛後製完之後看完那個畫面發現 好像落差根本不大 是不是跟我說的差不多 就是6500跟6400真的差不多 還好我沒有買6500 我本來還一直想說 不然懷抱去買6400 然後6500就賣我就好了 還好沒有耶 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冰框這種地方 其實它的上下程度就是這Z軸的晃動啊 看起來還是一樣落差 很大一樣的 好所以呢就是我們剛剛最後面實測呢就是把6400裝在像這個 先創國際送給懷抱這個G6 Plus上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適合這個型號相機 是因為這個三軸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三軸的本體好像才600多克而已 可是它就可以支援800克的相機 所以如果你的 跟這個拿起來感覺差不多重 對真的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像Sony的這種APS-C 規格的相機呢 如果是像6400 因為它缺乏機身防手震 那如果你真的要很穩定的畫面的話 那G6 Plus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它是非常的輕 然後又像剛剛畫面中所看到的 可以提供你非常穩定的畫面 然後拿起來也不會有什麼負擔 然後甚至加了麥克風都還是可以 順利的平衡來使用 而且它算是我用過最小的三軸 相機三軸啊 手機當然差不多 但是它的盒子就跟手機用三軸差不多大 沒錯 所以真的蠻厲害的 所以這真的完全沒有負擔就可以放到你的背包面帶著去旅行囉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實測啦 希望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可以對於你還在猶豫要不要買6400的非常有幫助 那以上就是我們兩個 原本使用M6跟6500的用戶跳架的這個心得啦 好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對你們幫助 也可以訂閱懷爸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好 掰掰 小想 finished 存在 剩下 首先